南部的水晶有完緊張 台水公司是很大佈米的機械空庫 幾萬次的水晶乾佈 以及製作用水旋轉換回 所以並共水的出事 並且鼓勵的強頌 就來運用鹹水的設備 家裡地區每天需要30萬噸的水量 其實以往我們大量是由這個 仁義潭的南台水庫來供水 但是你看我們現在已經一直降 還有41%的蓄水率 所以我們希望老天要下雨 你看我們現在一直拿湖山 假設湖山它的水在降 它這裡就減少出水了 跟地方大家一起來合作 所以我們也非常感謝 這個家裡現場府這邊 來大力的來支持 台水在去年八月 就提早客人風化這水的出事 包括看過釣渡水圓 用風化水座 各用管理的管理 就是產業最有用水 迎應今年的水井科研 最近的水情相當不穩定 我們的飲用水 包括農業用水 包括工業用水 都會出現相當的一個狀況 那在這種所謂的 非常態的一個狀況底下 那當然就必須要做 所謂的抗旱的大作戰 所以中央政府 有相關的燈號選事 那一方面也有相應的 節水措施 那所以今天來這邊 跟大家做所謂的 嘉義水情的報告 跟說明 那包括 相關的企業單位 怎麼配合相關的節水 關注王長良說 廣府目前提供900檔 生活儲蓄的用水 讓民眾來使用水果 在山谷後設定 經濟庇用水塔 另外在廣府的網站 也設定空外的專庫 讓塞亞分副企業了解 目前的水情 既然黃沛家的餐廠報告